甲午中日战争中 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定远镜 终于在山东危害被找到了 子弹弹壳炮弹引戏 当考古专家看到这些出水的遗物以后 瞬间泪崩 随后考古队通过多波数扫测仪 在海底竟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物件 数据显示 这个物件重达18.7吨 出水以后 立即就成为了整个定远镜考古发掘中的重大发现 这个神秘物件到底是什么 这艘号称永不沉默的战绩 当年究竟遭遇了什么 定远镜的考古发掘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接下来带领大家走进本期视频 永不沉默的定远镜 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 偷偷告诉大家 长按点赞两秒 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傲 这里是位于山东危海的刘工岛 国家文物局为了方便定远镜的水下考古发掘 专门为其打造了一艘考古工作船 今天考古队要发掘的可不是什么宝藏 而是中国尘封了一百二十五年的沉痛历史 2017年考古队根据史料记载的定远镜爆炸搁浅的位置 耗时一个月用现代高科技 也会不计刘工岛一样也会不设探方 但和田野考古不同的是水下考古 由海水扰动还会时不时的遇到海泥坍塌 由于海底的海水非常的浑浊 导致定远镜遗址的可见度几乎为力 为了清理尼沙考古队专门自制了一套抽砂装置 这套抽砂装置一共有三根罐子 其中一端在水下发掘区域 另一端放在漂浮的水面装置上面 考古工作船上配有电机 通过这套抽砂装置 使定远镜表面的泥沙不断地从水中抽出 最后通过特制的方形装置过滤网 将小型文物留在过滤网中 定远镜是清政府水师的主力舰 也是北洋舰队的旗舰 是一艘排水量七千吨级的一等铁甲舰 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比较落后 也没有这个技术制造铁甲舰 最后清政府不得不耗资一百四十万两白银 委托德国造船厂制造出这艘全钢装甲舰 因为当时的炮弹根本击不穿如此坚固的铁甲 故而被称为地球第一巨舰 也被称为永不沉默的战舰 1894年9月17日 黄海海域大东沟海战一触即发 定远镜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 率领15艘战舰与日本舰队展开了激战 在此次战役中 定远镜被炮弹命中了一百六十多次 导致多处部舰失利 但是北洋水师依旧与日后数次战斗 直到把日本军队大会落潮 然而狡猾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性 在几个月后的危海保卫战中 可恨的日本军队竟然偷袭了定远镜 日本人一向如此正面刚不过 就会依靠这种下三滥的方法告偷袭 因为日军的偷袭导致定远镜还没有出海 就被日本的鱼雷铁击声被迫割解 即便不能出海作战 依旧可以作为水上炮台 对日本舰队发出猛烈的攻击 就这样定远舰持续奋战了五天五夜 直到被占领清军炮台的日军用暗炮重创 最后在日军的包围下 北洋舰队为了免遭护霍 在舰长刘不禅的带领下选择了自爆 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抽了一上午的泥上 考古队终于有了一些收获 他们急忙提取过滤框中的文物 考古队员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知道真相了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筛选 会有怎样的重大考古发现呢 因为这些出水的文物已经被海水 侵蚀了一百多年 文物出水以后必须对其加以保护 这些弹壳就是当时甲午战争中 北洋水师大日本人留下的 据史料记载 丁远舰一共配备了三个 14英寸的鱼类发射管 六门37毫米哈奇开斯五管速射炮 拉火管就是引燃发射药的装置 每向敌人开一炮就会使用一根拉火管 大量子弹和拉火管的出水 可想当时甲午中日战争的惨烈 最后又出水了破碎的玻璃 丁远舰上面的木头结构 还有一些煤炭 这些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殊不知它们都是极具有价值的历史文物 也是甲午战争中的历史建政 这些是北洋舰队官兵持剩下的骨头 如今也成为了文物 按说排水量7000吨级别的定远舰 出水的文物应该种类非常丰富 数量巨大才对 眼看定远舰的水下考古工作就要结束 可出水的文物却依旧寥寥寥无几 造成文物寥寥寥无几的原因是什么呢 随后考古人员拿出了一张100多年前的照片 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这张照片是1895年日本随军记者拍摄定远舰的最后一张照片 1895年2月5日定远舰被日本的鱼雷铁击中 最后定远舰辗转搁浅到了刘工岛附近 由于是搁浅 当时定远舰刺爆以后并没有沉入海底 它的大部分舰体还在水面之上 就这样可恨的日本人也没有善罢甘休 日本战后对定远舰进行了打捞 由于定远舰实在是太大 日本人一共打捞了三年的时间 只要是能用得到的东西通通打捞出来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当时定远舰自爆以后被破坏的非常的严重 已经没有可以再使用的价值了 即使这样日军也没有放过定远舰 就这样漂浮在水面上的定远舰 让日军疯狂的破拆细径 这也许就是定远舰出水文物 飙料无几的原因 此时定远舰的水下考古工作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 定远舰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 考古人员在过滤网中 还在紧张地忙碌着 一个小时以后 考古人员游回了考古工作船上 经过一个小时的清理工作 收获还是很多的 这次提取出水的文物 依旧是子弹 弹壳 炮弹引戏 这些炮弹引信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只见引线上面 刻有两个大字 东局 这正是天津机器制造局 生产的国产炮弹引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 考古队还没有发现一枚炮弹 没有炮弹 更是恰恰见证了 定远舰的最后荣耀 即使没有了炮弹 北洋水师依旧拼死抵抗 日军的一次次进攻 甲午中日战争中 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定远舰 终于在山东危海 被找到了 子弹弹壳炮弹引信 相继出水 当考古专家看到这些出水的遗物以后 瞬间泪崩 最后考古队通过多波数扫册椅 在海底竟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物件 数据显示 这个物件重达18.7吨 出水以后 立即就成为了整个定远舰 考古发掘中的重大发现 这个神秘物件到底是什么 甲午战争结束后 日军对自爆后的定远舰 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破柴工作 舰体铁匠被切割分块 船上的木材煤炭玻璃等 只要是日军能用上的 通通带走 这些都不算什么 更令人可恨的是 日本人竟然把定远舰上面 未使用的炮弹 运回了日本海军墓地 作为死去日军的陪葬品 定远舰被肢解以后 剩余的残骸碎片沉入海底 考古队通过多拨树扫册仪 在海底发现的那个神秘物件 正是定远舰的铁甲残骸 经过三年的水下考古工作 考古专家并未出水 有关定远舰身份的文字证据 这块铁甲残骗也就成为了甲午战争中的历史建政 甲午海战中 北洋舰队率领的13艘主力战舰中 被日军击沉9艘 割浅1艘 被俘3艘 令人感到耻辱的是 镇远舰被掳去以后 竟被编入了日本舰队 不仅如此 最后日本还保留了镇远的剑名 一事无辱 2020年9月16日 考古队员决定将沉入海底125年等 定远舰的铁甲残骸 大捞出水 本来可以顺利打捞的工作 最后受风浪的影响 导致一根钢篮断裂 打捞工作不得不停止 就这样一直奋战到了晚上 修好钢篮以后 铁甲残骸的起吊工作 继续进行 到了傍晚时分 沉入海底125年的定远舰 终于被打捞上岸 随着定远舰铁甲残骸的落地 考古工作船上的工作人员 难以压制住 内心激动的心情 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声 仿佛他的身上凝聚着英雄们的血 125年间 无人知晓他的存在 今天 中国终于有能力 让他再次浮出水面 作为一名中国人 我们要铭记历史 只有我们祖国自身强大了 以前的屈辱历史 才不会再次重演 捞记落后就要挨打 只有不断进步 才能变得强大 你对北洋舰队定远舰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好